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 在前半年的时间内 俄军大约投入了20万左右的兵力 乌军投入了20多万正规军和40多万志愿军 按照总参与人数接近80万的数据来看 这无疑是本世纪欧洲地区最大的地面冲突 而且就目前来看 未来突破百万人参与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这么多人打仗 意味着双方各自手中的俘虏也非常多 据报道 有一组乌克兰侦察兵 在哈尔科夫地区执行任务时 被亲俄武装当场抓获 按照被俘士兵的话来说 他们未来得及反抗就被抓获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俄军和亲俄武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积攒了很多侦察、反侦察经验 这种教科书籍的表现既合情也合理 当然因为半年多被扶乌军的数量太多 所以考验乌军的时候也到了 想必大家都知道 战场上真真假假的事情很多 如果说哪个国家完全奉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估计说破大天都没有人信 所以乌军被扶之后 必须绞尽脑汁交代有用的消息来保命 换取优待 据悉在这支侦察小队中 一名来自第92独立机械化旅的士兵 就向媒体透露了大秘密 可以说为了保命不惜拿北约来垫背 在该士兵的爆料中 其表示 在哈尔科夫地区有大量外籍雇佣兵参与战斗 其中还包括来自美英波等国的军官 这些乌克兰侦察兵的主要任务 就是观察战场 清理道路 顺利带领外国雇佣兵进入战壕 按照他的说法 每组雇佣兵大概20人左右 他到目前已经为7个小队带路 目前还有上百名和他执行一样任务的侦察兵 前段时间有消息称乌克兰在扎波罗热前线 组建了高达4万人的外籍雇佣兵军团 现在加上乌军战俘的说法 哈尔科夫至少也有2000多人 当然几万人或许都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有不少消息都指出 目前在乌克兰境内作战的乌军很少 外籍兵团很多 怪不得克公多次表示北约其实已经参战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国家不为他们开绿灯 能在乌克兰聚集这么多雇佣兵吗 或许他们压根就不是雇佣兵 继北西、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 乌克兰局势急转直下 俄罗斯方面尽管仍然声称 俄军将坚持特殊军事行动 但从实际的战场形势来看 战局已经明显升级 正在朝着全面战争的方向滑落 西方乃至全球正在越来越危险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19日报道称 近日俄军在一次战斗中 俄获了乌方特种部队 一位名叫乌克兰 特种部队少校 格鲁兹纪的少校军官 如今此人供述到 来自于西方多个国家的外国雇佣军 与乌武装部队并肩作战 如今甚至都已不再打着雇佣军的旗号 而是被分散后再直接编入乌武装部队的序列 身穿乌方武装部队的军装 并指出 当今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各作战单位里面 都混入有外国雇佣军 从这一讯息可见 美欧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战局的介入正在加深 之前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支持 可现如今已经不满足于这一点 而是向乌克兰输送越来越多的军事人员 并且这些外来军事人员由于人数众多 现已直接补充到了乌军的队伍之中 让人思之极恐的是 美国北约集团应当是早就在这么做了 烧钱时候就有一名也是被俘的乌方 情报人员证实 不久前在哈尔科夫地区 有大约百余名外国雇佣军 无差别的跟乌武装部队一起行动 俄乌冲突爆发这么久以来 全球主流舆论一般都认为 美国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只限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等 而不可能直接下场作战 可现实问题是 北约完全可以通过雇佣军的方式来介入战局 就在本月上旬 在乌东部以及赫尔松等南部地区 俄军屡次激战中 团灭过外国雇佣军 这说明北约军事人员参战 其实早已成为事实 最近还有消息爆出 仅法国目前就正在为乌克兰培训2000名军人 这其中的问题是 将来这些乌方军人返还乌克兰时 不知道里面会有多少北约军人掺杂在一起 这几天不断传出消息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 共同组建一支区域性联合部队 目的就是专以对付北约介入战局 显然对北约的直接参战 俄白两国早已心知肚明 并正在进行针对性的应对部署 北约以雇佣军的方式参战只是其一 其二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对俄军的反扑越加疯狂 在英国情报部门的支持下 乌方一支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实施强攻 当时乌武装部队分成几十艘炮艇 试图短时间渡过地孽伯河 然后登陆在对岸的核电站 俄军沿河进行布防 与强度的乌军展开激战 乌方武装的战斗意志很坚强 以至于双方打了足足三小时之久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全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一旦因受到攻击而发生和泄露 后果将远远超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 乌军对该核电站的攻击 其实已有过多次 但像这次这样要血拼是不多见的 乌军之所以要誓死拿下这座核电站 不仅可以用这座核电站 来要挟欧洲大陆上的各国 促使其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还可以利用核废料制造脏弹 此事可以显见乌克兰为了掌控有利局面 如今已经到了极端疯狂的地步 以至于竟然不顾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危 乌克兰还有更为疯狂的计划 最近有媒体披露 乌克兰应当正在筹划 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实施攻击 并为此而准备好了一种射程 在一千公里的导弹 除此而外 乌克兰应当还有第二手准备 就是在招募志愿者 其实也就是一种死事 以图进入莫斯科市区 制造爆炸事件 为了表达攻击莫斯科的决心 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 已在网络媒体发布 有关莫斯科成为一片火海的模拟图片 泽连斯基 视嫌克里米亚大桥 被炸等事件还不够大 急需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可以预料的是 一旦莫斯科受到攻击 必将彻底点燃所有俄罗斯人的怒火 俄罗斯恐将不再限于特殊军事行动 北约直接派出所谓的外国雇佣军 进入战局 乌克兰武装部队疯狂反扑 乌克兰策划攻击莫斯科 种种迹象都太可怕 都指向一点 即这场仗将只会越打越大 未来战场可能真不限于指在乌克兰境内 并且战事将很可能打破特殊军事行动的局限 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或一触即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之后 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进行连续高强度的轰炸 这一打击行动导致乌克兰在近期损失惨重 想要解决当下乌克兰所面临的问题 最直观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整援助清单 当然北约方面也已经开始行动 据悉在近期的援助中 北约提供的武器装备极具针对性 一副要将俄罗斯优势彻底抹平的架势 第一有一大批北约援助的武器装备抵达乌克兰 其中包括100套反无人机干扰战 36辆军用救护车 4套英式防空导弹 这些武器装备乍一看 好像有点混乱 但是仔细去了解之后发现 全都是用于针对无人机的力气 所以当前北约的方针 应该就是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群 其次就是40万份巧克力和10万份药品 以及130套野战取暖设备 这些应该是为冬天做准备 目的是让乌克兰在冬天的战斗 依旧保持足够的强度 第二北约的援助能否让俄罗斯优势荡然无存 其次从当前的援助数量就能看出来 北约的援助四有四无 无法让乌克兰获得巨大的助力 例如100套反无人机干扰战 对于多个城市都需要进行方式的乌军来说 显然是不够用 所以从数量上来看 北约的援助无法弥补乌克兰的短板 俄罗斯的优势依旧很明显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 俄罗斯的空袭强度很高 而且还有很多战略和轰炸机没有露面 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 可能这些大家伙都会出现在乌克兰上空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 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但是北约方面好像并没有这样的打算 可能是乌克兰的价值不如宙斯顿吧